何仙姑就出来了 换何仙姑说 我给你一百岁 这样 七个男的看到一个 你一百岁 我们很没名字 他说来 我一人给你一百岁 所以他多了八百岁 所以他活得到八百二十岁 叫做八千岁 那八百岁是八千岁 讲一百岁 八千岁 他一百千岁 披草怎么死的你怎么知道 被气死的 不是 好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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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活到八百二十岁 颜文王无聊 翘着脚在那边 帮生死妇 今天怎么还没回来 就说黑白来你来来来 去那里带回来 今天带回来 他会活到八百二十岁 一定跟凡人长得一样 对不对 不会老 结果 那个开白无堂杂 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去找 有不可能 看到你就说你是不是同主啊 我是我也不敢跟你讲啊 那个白无堂杂 他就去想一想 你去感觉 买一大火炭 买两个章鱼 你又要做嘛 你说买两个你就知道了 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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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西边洗木炭 每个人过去看到 这两个人不是这样 就是什么事情 有什么在洗火炭 我们知道木炭是黑的嘛 那后来 一直传到棚子的耳朵 他说 嘿 没来看完哪里可以 他去看 哎 年轻人 你们是在洗火炭 我们阿娘说 这个火炭太多 叫我两个人 你要洗到白了 才不可能 我 搬到八百二十万 也不知道 火炭才会白 就是你 白无堂杂 就说 哦 稍期的 第一期的 这就死了 就是 以前是好死熊死的 他讲不好奇不会死嘛 他就好奇跑去看嘛 好死熊死的 那现在了解土地公文拜 才死是我知道谁的